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大今年高三 老二四年级 老小是个姑娘 今年七岁了 我和孩子的爸爸陈钱 是在2004年冬天经同事介绍认识的 那时候来自农村的我刚大学毕业 在县城一家私立学校教书 给介绍对象的很多 但心高气傲 见了很多都不太满意 直到遇见了陈钱 没有一见钟情 只觉得比较有演员 后来又经过几次接触 觉得人还不错 这时候 他也正在被父母催婚 而我爸妈觉得我一个女孩子独来独往不放心 也在催婚 就这样 我们在2005年的5月就结婚了 婚后 我们住在公婆自建的一栋二层小楼里 后来生了大儿子 我便辞去了工作 做了全职妈妈 我自己是做教育的 知道孩子三岁前 妈妈的陪伴有多重要 钱可以慢慢赚 但孩子的成长不能错过 儿子一岁多的时候 由于公婆生意失败 欠的贷款还不上 不得已把这栋二层小楼卖掉了 于是我和陈钱带着孩子在外面租房子住 公公婆婆则外出打工 这时候 日子虽然苦 家里倒也没有太大的矛盾 大儿子九岁的那年 家里条件稍微好一些了 我们买了经济试用房 后来又买了现在住的这套二百六十平的富士楼 我也开始备孕二胎 二胎又是个儿子 婆婆从江苏回来伺候月子 月子里的第五天 我们不经意聊到孩子教育问题 婆婆要我满月就出去工作 她来看孩子 此时呢 她把江苏打工的工作已经辞了 就是回来给我看孩子的 但我向婆婆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大儿子 我一直待到三岁 上幼儿园才出去工作 孩子的性格 习惯都养成得很好 对二儿子我也会如此的 我会亲自陪孩子到三岁上幼儿园 再出去全职工作 我这个决定让婆婆很生气 她本来是在我们这个房子一起住的 后来就跑去经济试用房那里打扫卫生 给小姑子打电话 给陈前打电话 给所有能联系的人打电话哭诉 大意是 她好心回来给我看孩子 结果我不让看 然后呢 小姑子就打电话来兴师问罪 说我不顾及她妈妈的感受 说我容不下她妈妈 陈前对此也颇有微词 指责我不识好人心 不懂得顾全大局 那一刻我成了众矢之地 孤立无援 我很无语 当时又在月子里 不想在这些糟心事上浪费心神 决定忽视这些 随便他们怎么闹 我自己的孩子 我有权选择自己的教养方式 后来我自己看着老二 照顾老大上学 一切都好 就是因此和小姑子 公婆的关系疏远了一些 而陈前呢 本来就是丧偶事育儿的大男子主义 经过我和婆婆的矛盾 更觉得是我自己找罪受了 不需要别人帮忙的 所以即便我常常一拖二 累得饭都吃不上 她也视而不见 可笑的是 那时候年轻无知 居然把矛盾与怨气 都算在了婆媳矛盾之上 后来 我在二儿子一岁八个月的时候 意外怀孕了 本来不打算再要孩子的 运四周的时候 去医院流产 B超检查 胎盘长在了前一次 抛工产的刀口位置 流产风险太大了 在妇幼保健院上班的表姐劝我 孩子来了就留下吧 这种情况流产 风险确实太大了 思虑再三 觉得这也可能是我们母子之间的缘分吧 既然孩子来找我了 没有不要的道理 于是就不再纠结 好好养胎 安心待产 就是在这个时候 家庭中的各种矛盾 开始凸显了 因为老二是抛工产 怀老三的时候 老二才一岁八个月 各种风险因素还是有的 这时候 婆婆也经常过来搭把手 一直到怀孕七个月的时候 小姑子给婆婆打电话 说想妈妈了 让妈妈去上海看她 其实我当时是不想让婆婆去的 但是又担心小姑子真有什么事 就嘱咐婆婆 你去看看 待个十天八天就回来吧 不行的话 等放了暑假 我妈能来照顾一段时间 你再去 临走前 我还给买好了各种家乡特产 给小姑子带去 婆婆答应的也很好 婆婆去了以后 我就打电话问小姑子 是有什么事吗 婆婆说 没啥事儿 就是她一个人在上海 心里委屈 让我去陪陪她 后来呢 婆婆迟迟都没有回来 我打电话再问 她说小姑子要带她去旅游 我当时很生气 就问婆婆 你明知道 晨前每天忙到半夜才回家 我现在一拖三 又累又危险 还选择这个时候陪你闺女去旅游吗 我的话成功惹恨了 婆婆 她毒气出去旅游了 回来后也没再来我家 任由我自己在运晚期 带着老二 伺候老大上学 各种滋味 只有自己知道 那大半年的时间 我过得焦头烂额 对婆婆的怨气越发深重 但在整个事件中 晨前就像一个透明人 不发表任何意见 依旧自顾自地忙着她自己的 以事业为名 早出晚归 家里的任何事都指望不上她 更别说提供心理上的支持了 我偶尔跟她抱怨两句婆婆 她一句话就把我怼死了 孩子是你自己想生的 跟我妈有什么关系呢 你一天不埋怨她几句 是过不下去吗 再偶尔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了 让她搭把手 她不但不理会 反而抱怨 你但凡懂点事 别那么横冲直撞的 我妈会不帮你吗 你这叫做自作自受 我反问她 这个家难道不是你的吗 她傲娇地回答 我挣的钱全交家里了 你还要我怎么样呢 日子在磕磕绊半半中过着 我一遍遍地崩溃 又一遍遍地自愈 我是山东人 从小受到的教育 就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不管怎么样 他们再过分 也还是长辈 虽然心里不痛快 表面的和谐还是要有的 直到有一天 我们老家要新农村改造了 我从朋友圈里看到 邻里的邻居都已经完成搬迁了 就问陈前 我们村里房子都扒完了 她说是的 我问那我们的院子呢 她说给了十万块钱 我问她钱呢 她说 妹妹马上要结婚了 这十万块钱 就给她当嫁妆了 我当时很愤怒 老家宅基地的拆钱款 居然没给我打招呼 我问陈前 你啥时候知道的 为啥不跟我说呢 是不是我不问 就永远不说了 陈前说 他们没有商量 就是通知了她一下 因为怕我生气 所以才没有跟我说 我当时恼火得很 于是给婆婆打电话 问这个事情 婆婆解释说 没想那么多 就觉得闺女要结婚了 总要给点嫁妆 我说道 你给归给 总得和我商量一下吧 这样啥也不说 把本该是我们的宅基地 给人了 我们还连个好人 都落不下 婆婆说道 念你的好 我回头呀 让我儿子 天天给你三寇九拜 可以吗 婆婆的话 再次将我们的关系 推向了决烈的边缘 雪上加霜的是 此后我每次跟陈前 提及这些事情 她刚开始是沉默 后来是不耐烦了 再后来的语气 跟婆婆如出一辙 你要是看我们家人 不顺眼 那就别跟我们处了 我渐渐明白了 就算我跟陈前 有了三个孩子 但在她心里 公婆 小姑子 这些原生家庭的成员 才是她的家人 事实上 所谓婆媳矛盾 姑扫矛盾 一切的问题根源 是因为 老公心里的天平 从没有向我 做过任何的倾斜 最重要的是 为她出生入死 生了三个娃 最终 却依然是她心中 外人的感觉 让我寒心了 回首这些年的婚姻 我发现 自己一直在孤君奋战 并且不时还要被陈前 冷嘲热讽 我一点点清楚 对婆婆 小姑子的愤怒 都不是主因 真正造成 这一切痛苦的根源 其实都在陈前 在这样的关系里 不作为 不安慰 视而不见 其实就是认同纵容支持 于是我停止 申诉和争吵 打定主意离婚 既然改变不了她 既然与妈妈 和妹妹相比 我始终是外人 那我只能 以离婚的方式 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 不在这个关系里纠缠 因为那个时候 我已经处在了抑郁的边缘 我想自救 我还有三个孩子 对于我的离婚诉求 陈前的态度 陈前的态度是特别无所谓 甚至反唇相机 这些年 这些年 家在你和家人之间 我也累了 2019年底 我们办理了离婚手续 因为老大当时马上中考 怕影响他学习 我们还维持 原来的生活状态 只是我们两个 经济分开 富士楼 一个楼上 一个楼下 晨前每个月 会给孩子们抚养费 离婚后 我逐渐地 从原来的糟心事里 走了出来 重回职场 比从前更拼命了 工作和家务不同 几分投入 几分收获 不会辜负你 付出的辛苦 渐渐地 我的收入水涨船高 每月税后 可以拿到两万左右 这个小县城 已经算是高收入了 离婚的这几年 也是我长这么大 生活最轻松 愉悦的几年 虽然工作和陪娃 都很辛苦 可是灵魂是舒展的 最重要的是 我不在深陷 减还断 理还乱的家务事中 活得通透而简单 但是陈钱 就不一样了 由于投资不慎 经济上大不如从前 每月给孩子们的抚养费 也在不断地缩水 但我没跟他计较 他在楼下住着 是孩子们功能性的爸爸 而外人眼里 我们还是和谐的一家人 这就够了 但我没想到 一场变故 让这样平静祥和的日子 被打破了 让我再次沦陷到 一地鸡毛的生活当中 2023年的4月 陈钱身体不太舒服 去济南的医院做检查 确诊为肠癌 钱公公脑梗一个人在家 钱婆婆在上海 给他闺女看孩子 陈钱和他妹妹商量后 怕他们妈妈担心 受不了 就没把他生病的事 告诉钱婆婆 所以他选择了 跟我说实情 以卖惨的方式 向我脱姑 病我也不治了 发展到哪步 算哪步吧 只是我走了 三个孩子 就全靠你了 说到孩子 他还是落泪了 我很清楚 这眼泪的成分 很复杂 有对自己命运低谷的 自怜绝望 也的确有一个父亲的不舍 说实话 时至今日 我依然对他从前在婚姻里的不作为于冷漠 耿耿于怀 可是看到他此时此刻的脆弱 我很清楚 自己根本做不到 做事不管 见死不救 就算单位同事出现这样的事情 也不可能袖手旁观 更何况 他还是我三个孩子的爸爸 于是他看病的全程都是我陪着的 手术 放疗 化疗 出钱出力 出安慰 但内心还是委屈 一想到他曾经的冷漠 旁观 隔阂 一想到 因他的排外 而将我拖入曾经黑暗的日子里 就觉得狠狠的失衡 每每此时 我就劝自己 他在 我的孩子就有爸爸可教 在他们人生最关键的幼年与少年时期 父爱还在 我所做的一切 沉浅看在眼里 有一次谈到我们当年离婚的话题 他说 怪自己考虑不周 开始觉得 谁家都有婆媳矛盾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没想到 后来逐渐发展到 无法弥补的地步 而大难来临 我能够如此地帮他 他一边愧疚 一边感激 但是 这迟来的忏悔 其实无法平复我内心的委屈 可是 跟一个病人秋后算账 有什么意义呢 理智上 我并不想管他 因为看到他 为他做的这一切 我就会回到 离婚前那个半抑郁的状态 但情感上 我不舍得不管 大儿子 马上高三了 成绩很好 我不想他受到任何影响 二儿子 四年级 小女儿 刚上小学 父亲的形象 在他们的眼中 始终是完美的 我不忍心打碎 却偏偏 我对身边亲友 都是一个 报喜不报忧的性格 这件事情 除了我 陈钱 和钱小姑子 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最近一段时间 我的状态很差 入睡困难 睡着了 也是经常做梦 总是梦到一些 已故的亲人 在梦里 我向他们倾诉 然后 就是发泄似的痛哭 一直到醒来 再哭一场 情绪才能逐渐平复 是的 我没有表现的那么 坚强 无私 开阔圣母 我也会纠结 委屈 不甘 失衡 所以请大家 不吝赐教 换作你是我 又会如何选择呢